沈阳城建4比0横扫研编队取得9连胜。 一边是主场大胜沿边北国魂春拿到9连胜继续排名中以北区榜首,一边是投资人庄裔打入点球创造中国职业足坛年龄最大球员进球记录,沈阳城市建设足球队昨天的这场4比0不仅赢得酣畅淋漓,还堪称圆满。 9连胜稳居北区榜首。 由于4名主力停赛,主场与沿边队的比赛,赛前外界对于沈阳城建队不免有些担心。 不过,经过前20分钟的适应,沈阳城建队逐渐掌控了局面,并取得4力进球。 队员在场上的表现很努力,战术纪律执行得非常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替谱的深度还是可以的。 球队主帅王波赛后这样表示。 轻取岩边队之后,沈阳城建已经拿到9连胜,继续排名中以北区榜首,但这依然让王波赶到高处不胜寒,现在很多队已把我们拉下马为荣,哪怕是打平止住了我们的连胜步伐。 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凝聚力和拼搏精神,将团队的力量拧成拳头,才能在比赛中占据优势。 下一轮,沈阳城建队将继续在主场迎战严成大风,王波也期待拿到10连胜。 庄益被推上12码处。 5月12日,沈阳城建队在主场7比1大胜内蒙古草上飞,45岁的球队投资人庄益登场,刷新了中国职业足坛年龄最大球员的出场记录。 昨天与预言编队的比赛,庄益在第80分钟替补登场,并打进了一粒点球,从而创下了中国职业足坛最高零进球记录。 接连创下两项记录,他只用了23天的时间。 穿着20年前征战甲A联赛的那双战靴,庄益又实现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他在赛后显得很谦虚,对于我们职业球员来说,点球其实算不上进球,我有意赶下一场会进球。 在庄益看来,自己进球与否不重要,能享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种感觉比自己20年前征战甲A联赛时还兴奋。 其实这粒点球体现出了我们球队的凝聚力,我觉得我们现在非常团结,比任何时期的沈阳队都要团结。 我们有4名队员停赛,所以赛前多少还是有些担心,能够赢下比赛,也为我们有更好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我觉得不管这支沈阳队会提到什么高度的水平,只要这种团结的精神保持下去,哪怕今年冲不了中甲,明年也肯定会冲上去。 来源,沈阳晚报。